注意看啊 这是一张图片 然后我鼠标移开之后呢 变成了一个九宫格 那么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一张图片呢 还是九张图片的 图片肯定是一张图片 你让设计师给你切成九个图片呢 也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呢 看他愿不愿意 图片是一张图片 那么元素有几个元素呢 那肯定得有九个元素 一个元素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那就意味着啥呢 这九个元素 它们拥有同一个背景 但是呢 有不同的背景图的位置 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这些元素之间没有空隙 鼠标一开过后呢 把空隙给它拉大 这个事就成了 那咱们来实现一下吧 首先呢 我们这里的元素结构上 有一个容器 容器里边有九张图片 就九个DIV 每个DIV呢 拥有同一张背景图 背景图都是一样的 然后把它布局成这个样子 我这里呢 给每张图片呢 加了个边框 边语同学们呢 看得清楚 好布局成这个样子 没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去设置 每一张背景图的位置 因为它位置肯定不一样吧 那么这里就遇到问题了 我有九个元素 那是不是我就得挨着 一次给每一个元素 去设置位置呢 当然可以啊 不过呢 稍显有点麻烦 我们这一块呢 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CSS呢 学过这么一个选择器 叫做NK child 它就可以选中 第几个子元素 我们可以充分的去利用它 来批量的选中一些元素 比方说吧 我们选中第一个 第四个和第七个 批量选中这三个元素 然后统一的设置 背景图的横向位置 你看他们的背景图 横向位置是不是一样的 纵向不一样吧 那横向的位置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CSS里面去 选中谁呢 Image item 第几个呢 147 选中这么三个元素 当然了 你肯定不能这样子写啊 语法不支持是吧 那么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3n加1 3n加1 当n等于0的时候 是不是1 当n等于1的时候 是不是4 n等于2的时候 是不是7 对吧 它会从0开始进行迭代 所以呢 这样子呢 我们就选中了147 三个元素了 然后设置他们的背景图的 什么位置 横向位置 为什么 为0 保存看一下呢 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默认情况下 背景图的横向位置呢 就是0 我们为了看到变化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left吧 统一设置一下 往左边偏移一点啊 就是这三个元素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设置left 负的20个像素 当然了 设置这个属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它必须是一个定位元素 保存看一下 你看这三个元素 是不是有偏移了 说明了我们刚才精准的选中了 这三个元素 好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再选中中间这个元素 那么是多少 258 是吧 那么就是复制一下 3n加上几 加上2 他们的背景图的x的位置呢 是多少 那就不是0了 那么这三个元素的背景图的位置 是不是得往左边偏移啊 偏移多少 偏移一个方块的宽度 是吧 那就是负的百分之百 好 left那就不要了 left把设为0 因为中间那三个吧 它的元素位置上不便宜 保存看一下 中间这一部分元素 是不是搞定了 横向搞定了 然后同理 右边的三个元素 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搞定 加几 就是加3 当然加3的话 你就不用加了 n等于0的时候 它这一块就是0 那么0的元素呢 是不存在的啊 它就直接忽略了 然后n等于1的时候呢 就是3 然后就是6 然后就是9 那么它的x的位置呢 就是负的200 naps的位置呢 就是20 保存看一下 你看横向上就搞定了 好 那么纵向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了啊 如何来选中7893个元素 那你设置一下表达式吧 是不是就可以写n加上7 对吧 n等于0的时候为7 n等于1的时候为8 然后等于2的时候呢 为9 选中789 然后它的背景图的位置呢 下半三张背景图 它的位置是不是得往上跑 跑多少 跑两个身位 是吧 所以呢 背景图的Y 它是负的200% 然后呢 top值呢 它得往下一点啊 就这一块的元素位置呢 得靠下一些 所以呢 top值呢 为20个像素 保存看一下 好 下边三张图搞定了 那么下来就是中间这三张图 那么中间这三张图 你就得搞定一件事 就是我怎么来选中 456个元素 你这一块要写个什么样的表达式 才能精准的得到456 123不要 789不要 你会发现这件事呢 它就没那么好做了 不过呢 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 我选中456不好选中 但是呢 我可以选中1到6 我可以选中这一块 那1到6是很好写的 那就是负n加上6 你琢磨吧 n等于0的时候等于6 n等于1的时候等于5 就是6 5 4 3 2 1 但是我说这样子没有意义啊 你选中这一块的话 那你不是把上面三个也一起设施了吗 不用担心 因为这一块选择器设施完了过后 我后边再加一个选择器 我选中1到3 那么这个选中1到3的选择器 是不是就把上面的给覆盖掉了 所以呢 我先选中这个1到6 设置中间的 然后呢 再选中1到3 把刚才那个覆盖掉 是不是完事了 好 我们搞定1到6啊 设置中间的 中间是什么情况呢 它的背景图的位置为负的100% TOP值呢 为0 好 下面注视掉啊 保存看一下 中间的搞定了 那么上面的1到3呢 1到3再给它覆盖掉 背景图的位置呢 为0 TOP值呢 为负的20个像素 保存看一下 哎 整个九宫格就做出来了 那么上下的就是鼠标移入和移出 是吧 当鼠标移入的时候 我找到那个 所有的图片元素 把它的NFT值呢 设为0 TOP值呢 也设为0 保存看一下 移入 就合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边框就很简单了 是吧 这个玩意儿 其实不是边框啊 是一个核子阴影 那么移入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核子阴影呢 给它设置为0 就完事了 保存看一下 移入移出 这个九宫格的效果就做出来了 其实通过讲这个九宫格呢 我是想讲这个NFT值 这个一定要用熟 它在某一些场景里面 会给我们开发带来极大的便利